继续回到Modeling 这边去找那个Surface 里面看一下 Loft Planner Revolved By Rail OK It's True 还没有教吧 好 It's True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现在画一个曲面 曲面对啊 比如说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这个工具架 有这边有 所以这边可以做一个曲线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Nervous的曲线 按右键就知道 你看到这边有个CV 有没有 它有点可以切到移动工具可以动它 有看到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画一个剖面线 这个剖面线我用这个是什么 Create 然后Curve里面的CV Curve Tool 然后这边切到Left或Right之类的 你去画一个剖面线 不不不 路径线 Enter Enter完以后切到透视图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看 它这个线是长这样 然后再来呢 我就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线 拉过来一点吧 OK 然后这边呢 我现在选那个剖面线 然后再选 我先执行这个Is True 让开 让开 这边有个Is True 看这边 我先不要选路径线 它的Is True 点它的Option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叫什么 距离 有看到吗?距离 所以你按Is True 它就会有一个距离嘛 对不对 然后距离呢 你就可以自己调 有没有看到 对 哦 然后它那个柱子 会跟着那个线走 然后如果你要跟着线走 我现在就要讲 如果你是跟着线走 又是一回事 跟着线走的话 就要先选路径线 对不对 扑面线 然后再选路径线 然后再来呢 之星Is True 这边要选什么 要选Tuber Tuber Tuber Tuber是那个管子嘛 对不对 然后Add Path 然后再Is True 有没有 然后这个Is True呢 其实它Is True的时候 其实好像路径有点怪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看好 Use Profile Normal Use Fix 有没有 这个Fixed Path 有没有 这个要勾啊 那勾了以后呢 如果说你现在要调它的路径 Shading 你可以切到S-Ray S光 然后切到S光以后 你会看到里面的线 我可以在这边点 我可以点得到线 然后呢 我这边可能右键切到CV 就是点啦 你可以再选一次 因为它跑掉了 F8 F8比较快 因为它会不小心选到那个外面的 曲面的这个点 你看它就可以直接再调 对 老师那个电环都可以 退到Unreal里面 都可以啊 因为转Unreal的话 要怎么做呢 一 右键回到物件模式 因为刚刚是在选CV嘛 对不对 你要选这个 物件模式 然后你这边的History要先删 一般来讲 建议你都删一删啦 然后这个模型呢 其实有想像这么粗嘛 没有啊 123 然后再来呢 是要转多边形嘛 对不对 转多边形的话 执行 Modify 然后里面的convert convert 然后这边要选的是nevers 转多边形 有看到吗 对 对 然后这边呢你要进那个 像 Unity啊 Unreal 或其他3D软体啊 其实基本上在马尔雅也一样了 通常还是会转多边形啊 所以 不管你去哪里 通常都是转四边形嘛 对不对 然后呢 通常转的时候不要用Standard Fit 最好是用Control Point 什么是Control Point 就是这个上面不是有一个CV吗 有没有 就这种点啊 它就在这种点的地方会产生那个 呃 就是 就是会有线啊 对 所以你就选Control Point 然后这边按Tessellate 它就转多边形 那转多边形以后呢 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它的 要按3 对 有没有 按3才是啊 比较接近 有没有看到 对啊 那你甚至呢 按3就是它平滑两接的状态啊 所以 呃 你如果要 因为它这个算是预览啊 一二三 这是预览 你懂吗 所以你真的要平滑成 刚那个样子 你要套什么 Smooth 所以Mesh 里面会有个叫做Smooth 有没有 像那个Blender叫什么 Subdivide 对不对 然后Smooth这个地方 就Division Level 可能设个2接到3接之类的嘛 3接好了 然后这个选它 然后做Smooth 有没有 对啊 那也许你觉得面数太多 可能说这边呢Smooth 可以再点开来 因为现在历史还没有删掉嘛 所以Division可以调到2 有没有 哦 这样懂吗 所以Division是调它的面数 对对对 然后那个Smooth 就是 Division就是细分几节 细分几节 几集啊 几个等级 对那这个模型其实可以这样子哦 你可以先复制哦 还有一招很重要的是复制 那复制完以后呢 再把它移动 拉出去 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可以看它的那个面数啊 这边这样看得到 我这边现在做一件事情哦 它有个叫Remesh 就是重新把模型布线 重新布线的指定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哦 它会有一个Remesh之类的指定 对 刚刚那个Mesh 在下面 哦对 这边有两个哦 一个是Remesh 那Remesh呢 它现在是Collapse Threshold 是说好像少多少面数啦 比如说我现在可能输入个 少50个面数好了 50% Remesh 有没有 它现在变这样子 对啊 只是说它Remesh 好像就变三角形 对不对 所以它的Remesh在哪里啊 Remesh Custom 这里还有一个Custom 这里还有一个Custom 哦我不知道是Custom 冲下 完全不晓得哦 对啊 好 反正这个就你自己玩看吧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Retuple Retuple Retuple也是重新布线 那重新布线的话呢 这个可以拉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以调的 老师我可以先问一下 就是如果Remesh之后 我可以再去把它调成 这个 那个 这个方形吗 看起来不太行耶 哦 没有没有 可能可以哦 等一下哦 但是我先做这个 Retuple 哦 这个还不错啊 你看 对啊 Retuple 你看Retuple出来的那个模型 还不错啊 布线还不错啊 有没有 但是你刚问的那个问题是这样 我这样子 比如说我刚刚做Remesh 对不对 理论上三角形 其实有一个转四边形的 就是这个 这是转三角 这是转四边 但会不会成功呢 常常不会成功哦 可是这一次看起来还是有成功耶 可是它这个四边形很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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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很鸟啊 对啊 那Retuple看看 结果你看Retuple也可以 所以Retuple跟Remesh 其实蛮重要的 你看啊 对啊 重新布线啊 因为Topology 那个英文单字就是布线啊 那就是重新布线的意思啊 有没有 所以Shading Sray现在这边 对吧 这样可以吧 还不错吧 好 来试试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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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七八 五 七 八 七 七 八 八